就有顾客在滨海广场一家餐馆用餐之后 发现自助菜的菜肴里面有一个死老鼠之后 国家环境局在商场内的14家餐饮店 发现了老鼠的踪迹 环境局展开两轮的记查之后发现 滨海广场多家餐饮店的天花板加层 以及商场的一个垃圾收集处有老鼠出没 环境局将针对一家发现有老鼠粪店的店面 以及另外两家卫生水平差的餐饮场所 采取执法行动